今天是帮哥们打号的第一天 我的号打完了 嘿嘿嘿嘿 具体什么叫做打完呢 这是个秘密啊 总之像我这样的娱乐玩家呢 不会太高就对了 时不时的吹吹牛皮 来让大家误认为我是个大神 其实我也是个弟弟啊 输了可别怪我啊 上路两人打我自己 我只能认怂了 如果流山不走 那就只有扛压了 但是就是这么灵性 他去支援其他路了 抓住机会 使劲往后一身上甩了一套 看到没 我就是这样一名 非常危险的人物 虽然后一已经残血 不管依靠我的推断 他应该没回家 嘿嘿 咯啦 爽不爽小老弟 快点喷流扇呢 他不保护你 如果他在这 我哪敢这么嚣张啊 对不对 来来来再来一次啊 如果他还不帮你 那你就挂机示威吧 松人头也行 出去给你点赞啊 我来了 接住我 燕尾斩 拔刀斩 居合斩 我吸血 对不起 再见了小老弟 有时候事情发生的 就是这么离奇 匪夷所思啊 走去中路看看 老呆的上路 后一会有所防备的 阿柯也在啊 看来要搞事情了 哎呦 这么猛 这对是厉害啊 你放心的去吧 我已经替你报仇了 得去野区搞事情了 要不然后一会有一种 要赢的错觉啊 蓝哥跟我一块去了 真好 不对啊 这后一预知能力这么强吗 我们的蓝哥 可是隐身挨打的 不过他下场也是够悲惨的 被蓝哥一招咸鱼突刺解决了 红buff我们俩都没打 看样子还想再蹲一手 果然又想一块去了 不过我怎么那么想怼这个刘善啊 每次都要在我面前骚一下子 被两个C位看到了 往后拉扯一手 好的蓝哥冲得漂亮 你的任务完成了 回去加血吧 是不是你们打我的小蓝了呢 啊 帅气 我的天哪 这局已经玩得太好了 我都快忘记他是个菜鸡了 嘿嘿嘿嘿 中路能不能搞起来 能不能搞起来 好的蓝哥知道了蓝哥 揍他蓝哥 一切都是这么的平静啊 打个猪玩玩 等一下 这个红buff已经好久没人拿过了 你想偷 给我立正 不错不错 有一手啊 瞬间转移 一手燕为斩 啪啪啪 干啥不行啊 干嘛碰红buff呢 你打了我们怎么因后意啊 真是的 不错 成胜追击 开始压中路啊 这会儿哥们应该笑开了花 心想 哎呀 我的天魔跟你太厉害了 嘿嘿嘿 你说的是啊 干屁 一切都是基本操作 不要慌行不行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说话啥屌点 这不是又来了个人头吗 不行 老是没有那种经验的操作 我得找找机会啊 机会来了 两个C位战位非常的nice 就在此时 我一个闪现进身 吃了后一个大鸟我晕 然后我和敌人节 每人眩晕一个 就像商量好的一样 随后我抓抓抓抓抓 将让人打成死血 一发燕为斩 结束战斗 明刀都没触发 怎么样 一聊之外啊 炮车的思路我们考虑不到 这里也用不着我了 我还是回城舒服一下吧 你说说你个大老爷们 用这么小清新的回城效果 怎么想的 怎么想的 还是拉着小猫一起玩 比较有意思啊 这哥们把号丢给我就不管了 你说气不气人呢 溜了溜了 明天继续啊 我而不是小学伙子 没犯独啊 所以我没给你 还是想要的